中国在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中 长期以小农经济为主 多数人都进行着 能够自体自足的农业生产 即使到了科技水平 十分发达的21世纪 我国发展了几千年的农工文明 依然得到了延续 并且还更加适逸现代社会的发展 有网友过去曾笑称 中国人民仿佛自带种植天赋 走到哪里都能种菜 无论是沙漠 高原地区 亦或是海岛上 气候条件在克服 中国人民似乎都能克服 而中国解放军为了实现自体自足 军队自行种植一些蔬菜瓜果 也是他们的必修客 即使是在非洲地区 执行任务的中国维和部队也不意外 在南苏丹地区 中国维和战士们 也按照传统为自己开辟了菜园子 战士们到了这里 为了能吃上新鲜的瓜果蔬菜 便将国内的很多蔬菜种子 带到这里种植 非洲地区的国家大多十分贫穷落后 很多人甚至每天都要为食物发愁 所以维和战士们种植的蔬菜 也就引起了当地人民的注意 战士们有时也会主动 送一些水果给当地人 黄瓜这种新鲜可口的蔬菜 是最受欢迎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国内维和战士们 逐渐意识到了这样的做法 存在一定低端 毕竟我军的任务可不仅仅是种植蔬菜 能送出去的食物也十分有限 此外 长期下去 当地民众很可能会形成作性 好人不如好几 一旦将来我军维和部队里参严苏丹 那么这些民众的生活质量无疑会下降 因此把自己种植的蔬菜 送给当地民众并不是能帮助他们的好方法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战士们决定教会 当地人种植技巧 正如那句老话 受人蚁鱼不如受人蚁鱼 而当地民众也十分乐意学习 在获得了我军维和部队分发的种子后 越来越多的中国蔬菜 在非洲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 并受到了当地民众的欢迎 像辣椒这类蔬菜 甚至被当地民众当成水果 在下落不进行加工就直接食用 也是十分有趣了 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一个 十分负责任的大国 作为联合国五常缺一 在发展资深的同时 也是于维护国籍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发展 因为中国身军能力越强 肩上的责任也就越大 据相关资料显示 自中国加入联合国以来 五国就是派遣维和部队最多的国家 在推进世界和平发展的同时 五国也有不少年轻优秀的战士 为维和事业献出了生命 当然了 之前维和任务 当然也不是亏本买卖 一方面可以借维和任务提升我军战力 积累实战经验 另一方面也能让中国在国际上 获得更好的生育 毕竟朋友多了好办事